是在篩選數字喔 OK這個數字的部分呢 他大部分也許是介於 假設我們是介於的話 那剛剛的重點大概有幾個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可以在雲端上面找到 如何篩選數字吧 大概就是 會多增加一個Y 因為我們會有介於嘛 所以X到Y OK多一個Y 當然如果你對表單 我想熟悉你也可以自用表單來做 也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因為 我剛剛特別強調 因為我們先把前面 介面先弄簡單一點 這樣你比較好了解 第二個的話呢 Field這部分呢 第八欄 這裡我想 然後呢 Criteria本來只有1對不對 後面會多一個2 中間用那個operator 指的就是你是交集還連集 這邊應該AND 我想應該就是一個 一個交集部分 所以要用AND 那未來或許你還有別的邏輯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O 那其他的話有Y 最後的話呢 這個輸出的 那個名稱的話呢 把它改一下 介於 X跟Y之間 其他大概都是大同小異啦 沒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不過呢 當然 房呆的機制 其實在這裡 如果說 除了我們 因為我這邊是沒有加那個 三個房呆 所以你們也可以 自己再把那個三個房呆 自己再加上去 所以也許可以把它 複習一下 房呆 房呆在哪邊呢 其實就是 不外乎就是 房呆1 有沒有 名稱在 輸入之後嘛 房呆2 而且你可以自己再把它貼上就好了 房呆3 記得在 篩選 之後 如果沒有結果 123 再把它貼上去 理論上我的習慣是 先把這個做完之後 再貼房呆嘛 因為 你先確定OK了 然後再 房呆 基本上就 確保 這樣子 沒有問題 當然如果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其實還有一招 就像說 輸入的時候 我們是用input box 但是呢 在那個什麼呢 在 這個 這個地方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input box 哪一個input box 其實你可以 所以第2招 因為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書裡面 有一個還蠻不錯的方法 比如說的話呢 我這邊 篩選總價的部分 那 我這邊其實 另外一個方法 在input box前面 你還可以加上一個app application又來了 OK 那這個application 有加跟沒有加 到底差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打一個application 電 你會發現 application裡面 application物件裡面 它也有一個input box 但是這個input box 跟傳統的input box 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 傳統的input box 如果你輸入 假設啦 你輸入一個數字的話 它提示說你請輸入一個 一個數字 但是呢 假如使用者輸入不是一個數字的話 程式 就會發生錯誤 比如說呢 像我們這邊 比如說 查詢總價 那會有人就輸入什麼 100萬 那就可能怎麼樣呢 他就可能看到 這個我知道 100萬 就輸入這樣子 好有沒有然後呢 再來另外一個就輸入200萬 類似有這種啦 有沒有那就輸入之後的話呢 那因為這兩個 本來應該是數字 結果他輸入一個文字 那這樣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Appleator 給他一個 看一下 最後100萬到200萬 這也沒插到 可是好像也沒 沒發生錯誤 可是問題 這樣結果當然是不OK的 所以如果說我希望把它擋住的話 適時的把這個結果給擋起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就是 可以把那個 這個 Input Box 這邊前面呢 如果你把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Application 點Input Box 後面的話呢 你可以再加上一個 豆點 OK 那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Input Box Application裡面的Input 他最後有一個參數叫Type 所以你可以打個Type Type冒號等於 意思是說我要針對 這個參數傳遞什麼 如果輸入2的話 那剛剛的問題 基本上就不會發生了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再把它 複製過來 那這個Type也把它複製過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蠻好用的 這邊少個點 OK 這樣來試一下 那剛剛比如說 你會發現第一個 這個Input Box 跟剛剛Input Box 差異在哪裡 第一個 大小 不太一樣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我剛剛輸入什麼 100萬 如果 剛剛還是會過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我加Type 等於2的話 你會發現 他這個地方 Type等於2 這個 看一下那個Type值 這個Input Box 按一個F1 看一下 這邊底下有 如果你不知道說 這個 更正一下 數字應該是1 所以跟這一樣 2才是文字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1 也就是我只能輸入 數字 其他不行 OK 再一次 這邊一樣 100萬 那這個時候 當然 剛剛 它就按確定就過了 可是 這邊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只有針對 Application 裡面的Input Box 設定一個Type 它會出現什麼 不正確的數字 因為Type 冒號等於1 意思就是說 裡面 只能允許 輸入數字 如果它輸入不是數字的話 它就永遠 不讓你過 所以這個時候 使用者 這個應該要輸入 OK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輸入也不是一個 應該要有的值 你會發現 不正確的 除非要輸入一個正確的 OK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可以 執行 這個好處就是說 可以 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也可以先把它擋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Application.input Box 比剛剛Input Box 來的更強大一些 因為可以藉由這些 但是呢 它能夠做到的 大概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按F1 在這上面 按一個F1 它頂多就可以幫你過濾什麼 我覺得常用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 但是它可惜 它好像也沒有做到 完成 比如說呢 我希望裡面如果輸入一個什麼呢 輸入一個日期的話 它裡面好像沒有日期 這個格式 不過有一個什麼 Pooling 有達到某個效果 但是它沒有辦法全面 至少我常用的 也許用Type 等於1 OK 這個部分的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個過濾 好 那另外的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剛剛的總價 把它改一下 也許 我除了說可以篩選 這個裡面的 文 數字 剛剛是文字 數字之外 如果可以針對什麼呢 比如說建檔日期 像這邊有一個建檔日期 這邊也有一個 預估 只要是日期部分 那你可以發現 日期裡面有日期篩選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針對的是什麼 某一個區間的日期 所以這邊有個介於 那你會發現 其實 日期的篩選 跟那個 數字的篩選 幾乎一模一樣 程式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你錄製完之後 看到的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 剛剛的日期 有沒有 其實可以拿那個 數字的篩選 拿來做修改 那只是差別說你將來在 篩選的那個 給的 裡面的資料 一定要給的是一個 日期的形態 如果你輸入的不是一個日期形態的話 那當然他就 找不到 不過因為我前面有特別講過 日期 實際上在Excel裡面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通用格式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數字 其實 在Excel裡面 其實它就是一個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我前面有特別講過 它是在 跟1900年的1月1號相差 幾天的意思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類似 就是像 剛剛的效果 可是我希望把篩選總價 改成什麼呢 篩選什麼呢 建檔日期 OK 那所以篩選建檔日期的話 基本上我可以直接拿前面的程式來做修改 不過這裡好像似乎 你用Application也沒有起太多 太大的作用 所以乾脆我們用傳統的 Input Box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把 上面的程式貼下來 第一個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說 這個 藍的話 因為我是要查的是建檔日期 所以Field一定是在第一藍 其他的話大概 還有哪一些 這個地方 不過特別注意 新增工作表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 因為新增工作表 如果你給它的是名稱 假如說是斜線的話 它會產生錯誤 所以我們這邊 可以試一下 假設我這邊 原來的是 這樣的方式 原來的話 假設我從上面貼下來是這樣 那當然我直接執行 它會說起始日期 假如說我要查2008年 2008年的 1月1號 到2008年的6月30 30號 OK 按確定 那它會幫我把這個區間裡面的資料查出來 可是特別注意 在那個 這個底下 就是工作表名稱裡面 其實它不允許什麼 這個符號 不知道各位沒有試過 你在新增的時候 按確定 它會跳出什麼 您 建錄的工作表 或圖表名稱無效 大概 大概可能會有幾個 可能它會幫你列出來 第一個 名稱最多 31個字元 也就 那當然我們沒有那麼多字元 第二個的話 名稱不包含下列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 文字裡面有這些 斜線 這個是反斜線 斜線 問號 START 這幾個都不行 那其中我們有這個 就是說 幾月幾號 這邊有個斜線 那空白那也不行 這個 那怎麼辦呢 也許你可以用一個方式 這邊我做了一個機制 不如我就把什麼 把這裡面的 X跟Y裡面 只要有斜線的話 我乾脆用另外一個方法 把這個斜線 怎麼樣 取代成 一個底線好了 用這個方式 那如果說我希望把這個 斜線取代成底線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我 做到這個效果 在VPA裡面有一個 函數 它可以專門 取代的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主要講到有關那個 Application.input box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另外的話 各位也可以試一下 有關 就是篩選總價之外 如果我今天要篩選的是 日期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其實篩選 那個日期跟篩選總價 其實 那個方法大同小異 不過呢 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最後那個 我們 假設要重新 先命名的話 那個斜線 你可能就要把它取代 如果你不用那個 不然 你直接給他 我剛剛講的那幾個符號 如果你有這個符號 那你就必須要把它改一下 那這個地方怎麼改 會比較 比較簡單 你看 齁